大家好 这是我们之前在这个第三章 讲这个议员积分学习题的时候 还有一些习题没有给大家讲 所以有可能还不是最后一节课 应该不是啊 就是正课的话应该是最后一节 还会给大家加一点习题课 然后那个大家就及时关注你的手机 看一下短信通知就好了啊 好久不见 是的 离开高速一个多星期是吧 有没有点不习惯 差不多一星期啊 看到了Vivin的后面 保证你是书二对不对 今天我们是三个班 三个班也就是去年11月的系统班 然后寒假班和今年的春季班 三个班的书一和书二一起上课 这个课程呢 我是按多的课时去申请的 我申请了三个小时的课 但是有可能讲 这个讲不到三个小时 讲多少算多少孩子们啊 对两个小时能讲完 咱们就两个小时结束 多长时间讲完 咱们就多长时间结束 好吧 是的 剩下的这点内容呢 并不是很多 但是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 还真的是挺可惜的 所以也请来听直播的孩子们呢 尽量把这个脑袋转起来啊 课堂上能够听懂的 课下就不用再花时间再去 花那么多时间再去思考了 嗯 书二的亲孩子 是的 对 我在申请课的时候 梁哥也是说 你就往多的申请完 我现在觉得你已经不会讲快课了 我跟梁哥说 我觉得我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就能讲完 梁哥说 算了算了 你还是申请三个小时吧 然后到时候 万一是吧 讲不完 还可以再延长一会儿 好吧 所以我们就讲多少 讲多少 节停了就行啊 没关系 嗯 一盏一盏 要么吃粽子了 这种纯吃货是吧 过个节就是吃的理由 大家有没有吃粽子 这个题 这个题忘做了是吧 没关系啊 嗯 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孩子们 这个呢 是不管你是春季班 还是系统和寒假班 我们在讲 平行截面已知的 立体的体积问题的时候 让大家去做的一道真题 当时呢 我是先讲了 课本上的一道立体 然后留了96年的这道真题 让大家回去去处理 嗯 还记得吧 嗯 好 是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 孩子啊 包括测试题 包括讲义上 没有讲的一些习题 我们还会给大家 加一点习题课 正课的话呢 对这个系统班 和寒假班的孩子 说而言 这应该是最后一节 但是习题课 还有多少节 这个就等大家 这个短信通知就好了啊 就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 行了 然后我们下面呢 就看一下96年 你自己做的这个习题 你做的是不是正确的啊 首先呢 我们给出来了一个正的 椭圆柱体 然后你去看一下呢 它的底面长 这个长轴和短轴 分别是2A和2B 用过此柱体 底面的短轴 且与底面呢 呈α角的平面 结此柱体 就得到一个斜行体 求此斜行体的体积V是吧 好了 那么在这里呢 数学 你如果不建立坐标系 你是没办法做题的 这个就是它的短轴 对吗 这个 我现在用红线标示出来的 就是它的短轴 那于是呢 这个短轴 如果把它当成Y轴的话 我给它一个方向 然后与它垂直的这个轴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X轴 是不是 好 你比如说 这就是那X轴啊 这就是那个Y轴 与它垂直 然后 我们随便找一个XY的这个点 随便 在这个椭圆 下边这块是个椭圆 对不对 这个椭圆呢 只要建立起坐标系之后 这个椭圆的方程 就已经给你了 这个椭圆的方程 应该是由X方除以A方 加上Y方除以B方 等于1确定的 是的 你在椭圆上 任意选择一个点 这个点的坐标呢 我给它叫XY 那很显然 这块的长度 应该就是Y对吧 这块长度是Y 那你竖着去结这个斜行体 结出来的这个面 也就是这个三角形 它的面积 然后再复B到B上去积分 就可以了 OK啊 嗯 好 显小是吧 我就给你再放大一点啊 我再说一遍 平行截面 一遍的立体的体积 最核心的 就是这个截面面积的求法 所以我们下面呢 再去跟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截面三角形的面积 应该怎样去算 在这个圆柱体上 任选一个点XY 那么这块的长度 我现在用绿色 表示出来的这块长度 应该就是Y对不对 那么此时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X是谁 我们去看一下这一段X是谁 好了 这个点是在这个椭圆上的 所以这个X呢 应该跟Y满足这个椭圆的方程 从此 这个X是可以解出来的 对不对 这X应该是1减去B方分之外方 然后呢 你再给人家把A方乘过去 是不是 再去开一个根号对吧 然后把它整理出来 这个A和B都是正数嘛 所以它应该是B分之A 然后根号下B方减去外方 对了吧 OK啊 或者你直接写成A倍的根号下 1减去B方分之外方 也是可以的 都行 是的 这道题跟我们之前讲的那道立体 非常的像 不完全同 非常的像 行了 这段如果是X 这个角度是α 这条边的长度就能够求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我们是可以求出来的 那就是1分之1的底层上高 底就是这里的X 也就是B分之A 根号下 B方减去外方 然后这个高是什么呢 这个高啊 应该就是X乘上tanγα对不对 这应该是X乘上tanγα 所以这个X其实就相当于平方了 然后还会有一个tanγα 我们再检查你之前做的这个作业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呢你把它整理一下 这应该就是2分之1 这应该就是B方分之A方 这里还有一个B方 减去外方 然后再乘上tanγα对吧 对你看看你自己写的 是不是跟我现在给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这个平行截面只要找清楚了 剩下的你让我去求体积的时候 就会变得非常容易 那就对S去记个分就行 你这个结 结这个三角形 是在哪块的范围内结的 是的啊 这个 这个直角足标系 建立起来之后 这个Y的范围 你自己去看一下 这个Y呢 是我的积分变量 它是在哪块范围内变动的 没错啊 那就是从负B到B这个区间变动 从而我们按照平行截面已知的 立体体积的公式 就可以求出啊 这个V应该是负B到BS的积分 对吧 好了啊 我们把这个式子给人家带进去 然后去求出最后的结果 这是1分之1 这是B方分之A方 这里是tanγα 然后负B到B 这里是B方 减去外方 Dy是吧 那么对大家来说呢 这个积分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 嗯 算它就行了 好了 我们给出最后的这个答案 这个最后应该是3分之2 然后是A方乘上B 然后再乘上tanγα 好了 这种题呢 就考过一次啊 96年就考过一次 这已经很多年没考了 20多年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万一出了 你得会啊 考纲只要没有把这个知识点去掉的 那么相信他还是会考的 就像这个书三同学考这个差分 书一同学呢 考欧拉是一样的 频率不高 但是只要大纲没把它消除 他就会有考的可能性 所以对于要求高分的孩子 你每一个这种知识点 是都不能放弃的啊 做对的孩子非常棒 说明呢 你这个知识点是真的会了 平行截面已知的立体体集中 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求面积 把这句话记住了就可以了 好了 知识对上节课 我们讲过的这个知识点的一个回顾 也就是我们之前让大家去做的一个题啊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旋转面的侧面积问题 旋转曲面的侧面积 在这个系统班和寒假班的时候 我们简单的呢 跟大家推了一下 那么春季班的孩子们 你可能 我们是不是上课没有推是吧 来春季班的孩子们给我回馈一下 我们上课是没有跟大家推出侧面积公式 有吗 没有是吗 那好吧 那我们这个系统班跟寒假班的孩子 再陪着春季班呢 听一遍啊 我们说呢 这个旋转曲面 它的这个侧面积应该怎样去求 首先我们会给出一个标准的模型 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梯形 它是由x等于a x等于b 和y等于fx 这样构成的 x轴上从a到b这一段 围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平面图形 我们就给它叫区别梯形 让这个区别梯形呢 绕着x轴旋转 就会得到一个旋转体 绕x轴旋转一周 就会得到一个旋转体 我们现在需要求的 就是这个旋转体的侧面积 下求这个旋转体侧面积的时候 我们照样用的是微圆法 也叫元素法 分割近似写地积分的方式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先分割 好 我把x去当积分变量 那么割出来的范围 就应该是从x到x加上dx 不管之间求面积 还是求旋转体体积 我们呢 割出来的都会把它当矩形对待 是吧 但是在这里 求旋转体侧面积的时候 我们把它当直角梯形对待 换句话说 我本身应该是一个小的区边梯形 但是我在做近似的时候 我把这条曲边看成是斜的直边啊 对 所以此时呢 就不把它当矩形用了 有同学会问了 说为什么不当矩形啊 你可以去看一下教材上的证明 但是呢 教材上证明太过复杂 所以你只需要记住一点 就是这个精确度够不够用 我们知道把它当成这个直角梯形 会比矩形更加严谨 对不对 近似程度会更高 所以有这样的选择 那我们就选择直角梯形 如果你选的是直角梯形 这条边应该用什么物理量来表示呢 没错啊 我们用的是胡维分 第四 好 那么此时呢 大的干什么 你就让小的干什么就行 那于是 我就会让这个直角梯形 绕X轴旋转 在这个直角梯形 绕X轴旋转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 它转出来的应该是一个圆台 对吧 旋转之后 会形成一个圆台 对啊 那么把圆台 它的侧面积求出来 这应该是正常 我们接下来的解题思路 转出的是一个圆台 所以你让我求的是侧面积 我就应该求一下圆台的侧面积 是吧 好了 但是呢 我们知道 在这里我们用的是二次近似嘛 我们说这个DS 也就是我现在给出来的这个胡维分 相对于底面圆周而言 它其实小的不能再小了 这个底面圆周呢 进而我可以看成是上下两条边是一样的 这就是第二次的近似 从而在这里 我们把它看成是矩形 侧面展开图 我们看成近似是矩形 这也是所有的文科教材 都直接这样去用的原因 你不用过多去纠结这件事 那于是呢 这个侧面展开 这个面积 ΔA 我们就可以写成什么 长 乘上宽 对吧 这个长 应该就是2πY 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高度 对不对 然后再乘上这个宽 那就是DS 好了 有了这样的一个近似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写D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DA 其实就是2πY 然后再DS 有了D 你就可以去积分了 从而这个侧面积A 就直接对DA 积个分就好 这样 我们就会得到最终 这个侧面积的公式 叫2πY DS DS 取自之前 我们讲过的 胡维分的公式 好了 这是用二次近似的方式 跟大家大概去说了一下 关于这个旋转体侧面积公式 应该怎样去记 书一和书二里呢 有特别特别多的公式 需要大家去记忆 所以考试的时候 万一忘记了 请你记住 旋转体的侧面积 可以用二次近似的方式 推一下啊 好 这里的Y 其实就是曲线的那个方程 这个Y是曲线方程 这个DS 就是那个互为分 记住了是吧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就去看一下 接下来呢 你的讲义上 提供给你的 侧面积的这些公式 事实上 这个Y呢 是平面曲线的方程 那么大家就知道了 平面曲线方程 一共有三种情况 有可能是X为自变量 也有可能是 参数T为自变量 还有可能呢 就是这个θ 即坐标 θ为自变量 从而 相应的这个DS 也会有三个公式 记得吧 如果X是自变量 DS呢 就是根号下 1加上Y平平方 DX 如果T是自变量 DS呢 就是根号下 X平平方 加上Y平平平方 DT 如果θ是自变量 DS就是根号下 R方 加上R平方 Dθ 对不对 所以相应的 这个侧面积的公式 就会有三个啊 没错 把Y等于 F X 带进去 把Y等于YT 带进去 然后把Y等于Rθ Sin θ 带进去 相应的 这三个 三个曲线方程 确定下来之后的 侧面积的公式 也就随之确定了啊 好了 所以侧面积这块 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你会不会套公式 曲线长什么样 就相应的 用什么公式去解决 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在你的讲义上 还会有这句话 叫特别的 如果AB是直线段 这个时候的侧面积 应该怎么去求 是吧 如果AB是一个直线段 也就是我们现在 这样给大家去画一下 这不是S0A 这是S0B AB吗 如果它是一个直线段的话呢 大家就能够看出 你现在旋转 转出来的是真正正正正的圆台 那么你有没有记得 在中学数学的基础上 圆台的侧面积公式 应该怎么算 圆台的侧面积公式 应该怎么算 是的 这个圆台的侧面积公式呢 应该是我们高中的时候 讲过这件事 对吧 这个长度如果叫做L 这个呢 是圆台的上面的 那个圆的半径 这是下面圆的半径 是的 这个时候的S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 π乘上上圆半径 下圆半径 然后再L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这个讲义上呢 大家千万别觉得 这个公式有多么多么的深奥 它其实是想提示你 我们一直重复说的那句话 初等数学能算的 它会比高等数学要简单 所以如果真的 你转出来的是一个圆台 请用圆台的侧面积公式 直接求就好 OK啊 嗯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关于旋转体侧面积 这一块 我们需要跟大家讲的 知识点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上节课并没有 给大家讲的这道例题 这是2016年 书二的真题 课下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啊 对于这道题目 大家自己在做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的第一个难点 就是画图 这个画图呢 可能是难为大家的第一步 好 x等于cos t的三次方 y呢 等于sin t的三次方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之前讲课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这个是星形线 是吧 这个代表的是星形线 你看啊 你现在知道的是什么 知道的是cos方 加上sin方等于1 所以x的三分之二 就变成了cos平方t y的三分之二 就变成了sin的平方t 对不对 它们相加一定是得1的 所以正常的星形线方程 就是由x的三分之二 加上y的三分之二 等于a的三分之二 a大于0来生成 是 所以如果呢 你知道我们之前 讲过的这个结论 这是一个完整的星形线 我们这道题呢 只是星形线的一支 嗯 如果你知道 我们之前讲的课 那么这个图呢 其实没有问题 我更想说的是 如果你不知道 毕竟我们每天 做那么多那么多的题 全都记住 其实不太可能是吧 所以如果我真的不知道 或者在考场上 我的智商就不如平常高 那我应该怎么去处理 嗯 是的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肯定会描点 怎么描呢 把起点和终点 这两个 这两个点先描出来 t等于0的时候 你给人搭进去 t等于0的时候呢 x是等于1的 y是等于0的 所以它会经过 10这个点 t等于二分之π的时候呢 你也给人搭进去 这个时候 x是得0的 y是得1的 所以 这条曲线啊 一定会经过 这两个点 对不对 好 那么剩下的这些点 其实我还真不太容易 求出来 不太容易求出来 但是事实上 我们只要求知道 这两条曲线 谁高 谁低就行 y等于根号下 1减去x平方 应该是这条曲线 那么第二条 这个新型线呢 它会经过这两个点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会去想一想 在第二章 我们还学过一个知识点 叫做 简单描绘函数的图形 简单描绘函数图形 记得吧 记得啊 所以我只需要把这个单调性和凹凸性 这两个常用的性质 你去写一下就好 所以全体数一数二的同学 首先 这个单调性 是不是就取决于白皮对吧 dy比上dx 那么参数方程的情况下 dy比上dx 你还知道怎么算吗 OK啊 y对t求 x对t求 然后上下相除 对不对 好了 你简单求一下 这应该是三倍的sine方t 然后cost x对t 应该是三倍的cost 负的sinet 对吧 该约的 都给人家约完 你剩的是负的tan 剩的是负的tan 这个t的范围呢 在0到二分之排之间 你不是关心的是中间这一块吗 所以在0到二分之排之间的时候 tan是正的 加上一个符号呢 是负的 它就是一个单调递减的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凹凸性 凹凸性 那就是地方外 比上dx平方 参数方程之下 去求一下二级导数 这个尤其是数二 这是常考的一个知识点 那我们知道 它本身应该是在一级导的基础上 继续对x求 但是我的一接导 是负的tan的t啊 所以真正的自变量是t对吧 那于是我们的做法是 你先对t求 然后t呢 再对x求 是不是 好 再把这个结果给人家带进去 然后去算一下这个式子 tan的t对t second方 dt比上dx 按照反函数的求导公式 它应该是dx比上dt的倒数 ds比dt 这块有啊 那我就直接抄了 那就是负3 这是cos方t 这个是sint 然后分之一 我们只需要知道它的正负 不需要知道其他的事情 所以简单的去看一下 这两个符号抵消 这两个平方留下 都是正的 sin呢 又是正的 所以这个结果是大于0 于是 这条曲线的心态 大概我们就掌握了 单调递减 并且是 all的 单调递减 并且是 all的 all 那你应该会画了 是吧 那应该大概长这样 所以如果你知道是心形线 你就直接画图 如果你不知道心形线 你也可以用简单描绘 函数图形 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大概 它也不会影响你做题 你大概描绘一下 知道谁在上 谁在下 绝对不会影响你做题 好了 这是对大家而言 第一个难点 我们就说到这 第二个呢 我们就开始套公式 去看一下旋转体的体积 和表面积的事情 我们不止一次的 跟大家说过 能用公式的 直接用公式 对吧 好 所以你去看一下 如果这个平面区域啊 是被这两条线围起来的 它绕X轴旋转一周 构成的旋转体的体积 应该怎样去求呢 你很容易发现 这个外边这个 我用个不同的颜色 去说明它吧 这条曲线 与X轴和Y轴上的 这两部分 围成的这个蓝色区域 这个蓝色区域啊 它绕X轴旋转一周 构成的旋转体 其实是个半球体 对吗 对 它是一个半球体 那么这个半球体的体积 你会不会求 中学数学的知识 告诉我们 整球的体积 是三分之四 πR三次方 所以半球的体积呢 那就是三分之二 πR的三次方 R对本体而言 恰好是1 所以我就不再算它了 我们再去看 它需要减掉的 那个小的体积 这条曲线 也就是新型线的一支 跟X轴和Y轴 就会围成一个 新的平面区域 这个区域呢 就是我接下来 要被减掉的区域的体积 对不对 所以它的这个体积 应该怎么求呢 好 我还会套用一下 绕X轴旋转 构成的体积公式 这是十星圆柱体 所以它应该是 πY的平方 DX 对不对 好了啊 那你X范围是多大呢 X范围应该就是 0到1的区间 那πY方DX嘛 这是我们熟悉的 十星圆柱体的体积 应该怎样去求嘛 好 我把这个式子 摆到这里之后呢 这是这道题 特别容易出错的 第二个 第二个地方 我们容易知道 此时的Y 是参数方程的形式 是这个 所以你就把Y带进去 那Y的位置 你就用sinT 然后三次方 表示就行 你再去给我平个方 再去看一下DX 这个X呢 是cosT的三次方 所以cosT的三次方 对T求导 我们也算一下 叫三倍的cos方T 然后cosT在求导呢 就会有一个负的sinT 然后在DT 对吧 就是在这里 请你认真去听讲 我们相当于是 做了一个换源 你可听得懂 你本身的积分变量是X 那我现在的积分变量 变成了T 是换源同时虚幻线 所以之前 X的下限是0 之前X的下限是0 也就是cosT的三次方 等于0的时候 你去求下T 所以这个时候 在T的范围 是0到二分之π区间 那么T只能取二分之π X等于1 那就是cosT的三次方 等于1 也就是cosT等于1 这个时候呢 T是0 这是特别容易出错的一点 它相当于是 经历了一个换源 是的啊 所以至此 这个上下限 最容易写成 0到二分之π 写颠倒 那么考场上 请大家记住 这个时候呢 体积一定得是正的 如果你颠倒了之后 你求出来是个负的 悄悄的 再给人家改过来就行啊 好了 剩下的就是纯算了 对不对 来你去看一下吧 这个符号 恰好用来交换积分的上下限 长系数三π呢 摆到这里 然后这个里边呢 剩下的是谁 好 这是sinT的六次方 后边还有一个sinT 那就是sinT的七次方 再乘上cosT 底体 0到二分之π 是的啊 对 悄悄的改一下就行 如果你真的在上下限 这个问题上 发现错了 体积 永远都是大于等0的 你求来是负的 肯定不对啊 这是sinT的七次方 cosT 用一下三角横等关系 然后我们用点火公式 对吧 好拆一下就行 这个是三π 这里是0到二分之π 这块是sinT的七次方 dT 减去 0到二分之π sinT的九次方dT 剩下的就是贝公式 将它算出来就好 这应该是从七分之六开始 分子分母同时减二对吧 然后后边这个式子 应该是从九分之八开始 好了 嗯 后边这个 这是中学数学的事情 可以提取公英式 系数呢 就会剩九分之一 一减九分之八嘛 然后再挨个乘七分之六 五分之四 乘上三分之二对吧 好了 你简单的去算一下 就能算出最后的答案 这个三 这个约完 这个六 跟这个三约完 这个二 跟这个约完 对吧 嗯 所以简单算一下之后 这个结果 我看一下是多少 来 一百零五分之十六派 我看看对不对啊 嗯 九分之一 七分之六 乘上五分之四 乘上三分之二 这个是个二 对吧 好吧 我就不给大家约了啊 我就把这个式子摆到这里 这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啊 你课下的时候再去算一下啊 我可能刚才约错了 这个三 跟这个三约完 嗯 这个 这个三 跟这个约完 然后三七二十一 一百零五 嗯 没错啊 一百零五分之十六派啊 好了 嗯 自己去约一下吧 剩这个答案应该是对的 我现在约完之后是对的 我刚才可能滑错了啊 行 然后这样的话呢 最终我们求出来的这个V 就应该用半球的体积 再减去这个小的 这一部分的体积 我也直接写答案了 嗯 你课下的时候自己去求一下 是三分之二派 减去一百零五分之十六派 最终呢 算出来的答案应该是三十五分之十八派 咱们在正常考试的时候 得出一些比较奇怪的答案 你要相信你自己啊 像去年也就是18年的试卷 这个答案也是各种各样奇怪 没有关系 你只要之前做的 你是对的 是什么就是什么 直接写就行啊 嗯 为什么是半球 你是转了一圈的呀 你是转了一圈 嗯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第二部分 就是关于这个表面积 这道题还是有一定的计算量 你让我去求表面积的时候 大家仔细想啊 这个D是一个平面区域 它绕X轴旋转一周 所形成的表面积 有几部分组成 它绕X轴转一圈 会形成一个表面积 对不对 这个表面积 应该是半球的面积 对不对 哎 这一块的面积 绕X轴旋转 形成的旋转面的面积 应该是半球的面积 再加上里边 里边的这个呢 绕着X轴旋转一周 形成的这个面积 它们之和 才是这道题的答案 所以在求表面积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 算里边那个小的啊 这个侧面积 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呢 就是半球面 另外一个呢 就是小的那个区域 绕X轴形成的 这个半球面的面积 可以直接用公式 球的表面积 是四πr方 半球呢 应该就是二πr方 然后就是这个小的 你就可以用 侧面积公式了 我们刚才讲课的时候 特意跟大家强调过 旋转体的侧面积公式 要看曲线方程 谁是真正的自变量 那么小的这条曲线 它的自变量是T对吧 所以在写侧面积公式的时候 请用参数方程的形式 直接去求 从而 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翻译成 二π y 然后 ds 对不对 好了 跟这道题相关 y是谁 ds是谁 这道题的y 应该是 sin t的三次方 这道题的ds 应该是 x' t平方 加上 y' t平方 你还记得 x是谁吧 是cos方 t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y是谁吧 是sin方 t 来 我把草稿打在这个位置 你去看一下 所以 t平方一下 然后你的公音室应该就可以将9倍的sin方t cosn方t提出去 然后这个里面呢就会剩cosn方再加上sin方对吧 所以剩下的这个cosn方又恰好是1 所以x' t平方 加上y' t平方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费劲 你再给我开个根号呢 那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就剩三倍的 sin tcosn 然后再dt 行了 再把t的范围呢 给人家带进去 大的当上线 小的当下线 然后去积分就行了 剩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计算了 自己算一下就行 这个3乘到前面 6π 让cosn凑分凑进去 这个题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是吧 1分之1乘上6π 那就是5分之6π 好了 然后你再给人家加在一起 这个旋转体形成的这个表面积 我写的是啥 这应该是表面积啊 表面积就由这两部分相加构成 2π 加上5分之6π 得5分之16π 结束就行了啊 好了 向前奔跑的小虫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套公式的时候 你如果觉得有问题 那还是在之前 这块你可能没有看懂 咱们只要是旋转体侧面积公式 上都比下要大 看清楚了啊 它跟我们刚才那个体积不一样 体积实际上是进行了换圆 所以换圆同时换线这件事 是就会导致这个线容易错 但是旋转体侧面积是直接套的公式 上线要比下线大啊 好了 把这个侧面积的这道 历史遗留的这道题 说完之后呢 我们去看一下今天的一个重点内容 这个数二 尤其是数二 数一的话呢 其实 这个东西太多了 所以这个预测不是特别的容易 但是这个应用题 我觉得在数一的试卷上应该还是会有 就看它用什么形式去出 它想送分 它可能就会出的简单一点 它想难为一下大家 可能这个物理的背景 可能就会稍微强一点啊 所以相用的这些公式 大家一定要记得非常的熟练 当然它不会考纯物理的那些东西 它最核心的东西 还是在考数学的思想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内容呢 来带大家去复习一下 关于定积分的应用之一 叫物理应用的问题啊 我们依然会用微远法 去把这个过程给大家体现一下 在物理应用里 一是便利做工 二是液体压力 三呢 就是万有引力 需要涉及到的是以下几个公式 嗯 第一个 便利做工在这里 需要记住的物理学上的公式 有这个工应该怎样算 W等于利乘上利方向上的位移 嗯 利和利方向上的位移 好 所以这种问题啊 通常情况下都需要做受力分析 只不过数学上 这个背景相对比较容易 你看清楚题目的要求 将这个物体受几个力 分析清楚就够了啊 这是第一个 需要你记住的公式 第二个呢 我们说液体压力 这个压力应该等于压强 乘以受力面积 而这个液体的压强呢 又是Rho G H Rho是液体的密度 G呢 是重力加速度 H呢 是所处液面的深度 Rho是液体的密度 G 重力加速度 H呢 就是酸 所处液面的这个深度 OK啊 这个是在液体压力这里 我们写的是水压力 如果有一天 它不在水里面 去了其他的里面 那么你也应该知道 这个密度 换成相应的液体的密度就行 这是第二个 需要你记住的 物理学上的公式 先把公式记住了 剩下的呢 就是在数学上 把元素法 给人家用进去就好啊 好 然后第三个 就是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呢 这个公式 讲义上给你了 这是万有引力的 长系数K 互相信的 两个物体的质量 M1和M2 是互相信的 两个物体的质量 这个R呢 是他们 置心距离 置心之间的距离 那么 整个这个公式 都是你需要记住的啊 一共有三个 工的问题 液体压力的问题 和万有引力的 这三个公式 需要大家记住 剩下的 你公式 你可以刻下去背 但是 关于这个 微元法 怎样去分析的 这个过程 请大家今天 尽量的学会 来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题吧 这个题呢 应该是 做工问题上 最复杂的一个题目了 这道题你会了 其他的题 应该就都会了 来去看一下吧 为了清除井底的污泥 用缆绳将抓斗 放入井底 抓起污泥后呢 提出井口 这块给了一个示意图 已知 这个井深是30米 抓斗的自重是400牛 缆绳每米重50牛 抓斗抓起的污泥 重2000牛 提升的速度呢 是3米每秒 在提升 它的过程中 污泥还在漏 是吧 污泥是以20牛 每秒的速度 从抓斗的缝隙中漏掉 现将抓起污泥的抓斗 提升到井口 问客服重力 需要做多少教二的工 是的 他一边提 他还一边漏 是吧 所以 这个题 是在所有考验真题中 在做工这件事情上 最麻烦的一道题 嗯 好 你听我把题目读完之后呢 我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客服重力 需要做多少教二的工 他需要客服几个物体的重力 嗯 他需要客服谁的重力 非常好啊 首先 你要把这些提出去 你要客服的是抓斗的重力 做工是吧 嗯 你要客服 抓斗的重力 做工 这个缆绳还有重力 对不对 然后最后 也就是最主要的 应该就是你 对不对 OK啊 好了 这三件事情 哪个是便利做工 哪个是横利做工呢 是啊 这道题难不就难在 这个缆绳以前都不计重力 现在不是还计了吗 嗯 哪个是便利 哪个是横利 很好啊 抓斗自重400牛 所以这个抓斗 他实际上是横利做工 客服抓斗的重力做工 这是横利做工 这个呢 用你中学物理的那个知识 就能够解决 不妨把客服抓斗重力 所做的工呢 我们给他叫W1 那于是 他的重力 哎 就是400对吧 然后在乘上 你提升的距离 你是从井底 提到井口 一共有30米 对不对 所以你把它先求出来 大提啊 能得一点分 你就先得一点分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把这个分数得到了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绳子 这个绳子 就开始用到微圆法了 焦耳是吧 写错了啊 这是焦耳 这个绳子呢 我们这样去处理 你看看对不对啊 你本身总共的绳长是30米 那我就在这里给它进行细分 分出来一小部分 这小部分呢 我们给它叫X到X加的X 来吧 我们只研究这一个小微圆 你写X到X加ΔX 或者X呢 到X加DX 其实都行 你把这个绳子呢 细分 分割出来的这一小段 我们去看一下 克服它的重力去做工 得到的这个W2 应该怎么去算 好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这一小段 缆绳的重力是多少 这一小段 缆绳的重力是多少 每米重50牛 那么这一小段的长度 应该叫DX是吧 所以这一段的绳重 应该是50乘上DX 好 那你提升的高度是多少呢 你本身是在X或者是X加DX这个位置 你要到30这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你提升的距离应该是30减去X 或者你写30减去X减去DX都行 但是最终 在由Delta写D的过程中 高阶无穷小区调 所以用最简单的去描述提升的高度 就可以了 好了 然后他们俩相成 应该就是这个小微元 所受到的DW2对不对 能听懂是吧 OK啊 好了 那你已经有D了 你就可以去积分了 OK啊 你已经有D 那你就两边去给它积个分 就像这个DX我们放到后边 这个50呢 我们放到这里 然后你去给我积个分 就会得到第二部分 也就是克服缆绳的重力 我需要做的这个工是多少啊 好 那你这个绳子一共是从0到30进行的细分嘛 所以这个时候的积分区间 应该就是从0积到30这一块 然后你把它再给它算出来 这个算完之后呢 答案应该是22500交2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分割的这一块 你可以把它写成X到X加上DX 你也可以直接写成X到X加上DX都行啊 这样写完之后 先去算这一小部分的绳重 我给你写的详细一点 你如果还听不懂 那实际上属于这个微圆法 没有学会 绳重 每米绳重50 这一小部分的绳重 就是50乘上DX 或者你写50乘上DX都行 然后你提升的这个距离 提升的这个高度 你写30-X 或者你写30-X再减DX都行 这样用重力再乘上这个高度 就会得到这个小微圆 它的这个功对吧 克服这个小微圆 这个缆绳重力所做的这功 DW再改成DW 然后再去积分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了 这是第二部分 然后就是W3 就是这个泥的问题 你再去研究一下 我们说呢 抓斗一共抓起的污泥 是2000牛 但是在抓的过程中呢 它一直在漏 所以我必须得把这个时刻 进行细分 你会涉及到秒对吧 我会把这个时刻进行细分 看一下在固定的这个时刻 我这个抓斗里 到底还剩多少泥 听得懂吗 好 你会发现呢 整个这个井深是30米 提升的速度呢 是3米每秒 所以 这个抓斗 从井底到井口 一共需要提10秒钟 对不对 能听懂吗 一共需要提10秒钟 这个时候 我就把这个时间进行细分 从0到10秒这个过程中 分出一个小微圆 叫T到T加上ΔT 或者写T到T加DT 其实都行 那么在这个时间细分完之后 我们去看看 它在这段时间里 它提升的高度是多少 你每秒提3米 那这块小时间 你提的应该是3 再乘上时间间隔 叫3倍的DT 好了 把这块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看看 因为你已经把时间细分了 所以 我就可以认为 在这块小的时间内 这个抓斗里的泥 是固定的重量 它的重力是固定的 所以此时呢 这个泥的重力是多少 对不对 那你掉了多少呢 你按T算 或者按T加ΔT算 都可以 怎么简单怎么来 那么一开始的泥重是2000 经过了T秒 那你已经掉了20T是吧 所以 用泥重 再乘上提升的高度 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小微圆 D W3 应该是2000 减去20T 再乘上3倍的DT 好了 你已经把微圆这件事 研究清楚了 剩下的 我就只剩几分了 所以对这个式子 去积个分 就得到W3 因为T是积分变量 从井底提升到井扣 一共是0到10秒的过程 所以T的积分范围 就是从0到10 好了 然后你把这个式子呢 去算一下 最后的答案 应该就是 5千 5万7千是吧 也是交二 好了 所以整个呢 克服重力 所做的这个工 是多少的话 你就只需要把 这三部分的工 全都给人家 加在一起就行 所以这道真题 最后的答案 这个W 应该是把这三个 全都加在一起 计算出来的结果 是9万1500交二 好了 我们在数学上 考这种纯物理的东西 考的 关于这个物理应用 考的这三个 其实全都是 微圆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刚才在评论区呢 也有同学一直在刷屏 问说 直接用物理公式 做行不行 因为我没有学过 大学物理 我不知道大学物理里 相应的哪些公式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考研呢 有一个原则 就是你只要对 这个分数都给你 但是你如果错了 你用的还不是 我们要求的这个原理 那就没有步骤分了啊 听清楚啊 对你只要做的是对 哪怕你用你自己 专业课 或者是其他课程上 学的方法 你做出来了 不是考研要求的方法 你做出来了 没有问题 它会给你分 但是一旦错了 就没有步骤分了 嗯 好了 这是最难的一个 如果大家觉得可以接受 那这部分分 其实你就一定相信自己 能够拿到啊 就是这个过程 你只要分析清楚了 所以这种题 其实还好 我个人觉得还好 因为它毕竟不太难算啊 好了 关于这个物理应用 我就先讲这么多 然后后边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去讲专题 因为也会有同学知道 咱们到冲刺阶段 这个物理照样是一个难点 我们到时候呢 还会去跟大家讲 类似的专题 你先有这么一个 大概的印象 你知道维缘法 对于物理是怎样去使用的 就可以了啊 好 然后我们去看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质心 和行心的公式 行心就是均匀物体的质心 所谓的这个行心 就是均匀物体的质心 好 所以你接下来呢 需要知道的 就是这个质心 应该怎样去求 质心就是计量 质量这个集中的中心 对吧 所以通常情况下 不管这个物体有多么庞大 在研究物体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认为 它的质量集中于质心这一点 所以以后呢 我们在研究物体运动问题的时候呢 就只把这个物体 看成质心 这个质点 所在的这块 就可以了啊 所以我们研究这个质心的坐标 其实就是为了 把物体变得简单化啊 那么在这里呢 只要涉及到三重积分的 数二同学都不要求 听清楚 我们在这个表格中 给出来的 但凡涉及到三重积分的 全都标的是数一 只有二重积分和定积分的 是数一数二共同要求的内容 没有多少页 没有多少页 就是你今天所有要讲的东西 你课下都需要去整理 讲义上的并不是很全 该补的我们都在课件里给大家补了 所以截屏的截屏 然后想去记笔记的 你课下再去补一下笔记啊 行星和置信公式 在这个表格中 涉及到三重积分的 只有数一要求 只有定积分和二重积分的 是数一数二共同要求的内容 所以 我们可以按照是曲线 是平面图形 还是空间的物体 来去求一下这个置信坐标 听清楚啊 嗯 是啊 数一现在没学过三重 是因为数一还没讲专题 不代表你数一就不学三重啊 是数二是肯定不学三重 所以他们不要求 数一你只是现在没学 等你加课讲完之后 你所有的积分 你不都得掌握吗 嗯 好了 所以如果是曲线 如果是曲线 让你去求置信 你就用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中呢 rho代表的是线密度 啊 rho代表的是线密度 你把这个公式记下来 x rho ds rho ds 如果你之前学过物理 你可能记得会更清楚 因为我也没有学过物理 我不太清楚 这些公式是怎么推出来的啊 然后就是平面图形 d的面密度 如果平面图形 去求这个置信 rho代表的是线密度 这些公式 它的相似程度 还是很高的 嗯 好 可以类比的去记 没错啊 然后就是空间区 空间区的话呢 只有数一要求 你也可以大概的去看一下 其实他们基本上都是类似的 如果你算x一把 那就用x乘上密度 然后去算相应的积分就行 线的算线定积分 面的算二重积分 这个空间的算三重积分 所以这些公式看起来多 其本质都是相同的啊 好 把这些公式全都看清楚之后呢 我们去看看 例年真题中 关于这个置信 它考的是什么 来我们先去看看这个题 这里有啊 密度均匀的物体的置信 就成为行星了 所以在行星公式中 是没有rho的啊 来我们去看两个题 你会套用公式就可以了 数学不强求 很强的物理背景 是的 所以包括咱们在这个教材上 有非常多特别难的这个物理题 对 咱们其实都不要求的啊 来你去看一下这个例题 没有多少year 试试 这是课件是补充的 不是所有东西都在讲义上 咱们在上一次数一数二的专题上 就跟大家说过这件事情啊 一根常为一的西棒 位于x轴的区间01上 若其线密度rhox长这样 则该西棒的置信坐标x一把等于什么 好了 因为这个西棒呢 它是位于x轴的区间上 所以它是没有y的对吧 你先看清楚这个题 那于是呢 有同学就不会算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 给曲线的置信的时候 给的是x一把和y一把 这公式中呢 会有ds 那现在呢 你给我把西棒放到x轴上 我就突然间不会了 那正常情况下 ds跟dx dy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构股定理 对不对 正常情况下的ds 是根号下dx平方 再加上dy方 那请问 那你现在这个西棒 整个的就跑到了x轴上 dy这个分量就没有了 是吧 那dy这个分量都等于零了 你这个ds 是不是就变成dx了 是啊 所以照样去套公式 没有什么区别啊 那也就意味着x一把的公式 就可以写成 x本身是rho s 那这里就变成rho x 然后在dx就行 下边也就相应的是rho x dx就可以了 你只要把公式记下来 剩下的就是一个纯粹的计算 因为你西棒占据x轴的范围 是0到1嘛 所以这个定期分就在01区间上求 带进去 0到1 rho的位置是 -x平方 加上2x加1 下边这块也是 -x平方 加上2x加1 01区间 只算系数就好 所以这道题呢 你课下的时候去算一下 上边是12分之11 下边呢 是三分之五 算完之后是 二十分之11 会用公式 这是这一块 要求大家知道的东西 是线的 套线的公式 是面的 套面的公式 仅此而已 这里稍微需要注意的 就是 本身公式中是ds 但是根据实际的题目的要求 dy如果得0的话 ds用dx表示 依此类推 好了 再去看第二个 这应该是14年的真题 你看看这道题目 又在考察什么 行星 摄取线L的方程长这样 去求一下L的弧长 这是第一问 第二问 如果D是由这几条线 所围成的平面图形 在提设中 一定会告诉你 我的行星 或者置心 求的是什么的 是线的 还是面的 还是体的 根据题目 涉及到的 这个图形的形状 来选择相应的公式 积分积出来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 关于胡长这件事 胡长是上次专题课 我们讲过的 那你是否记得 S应该怎么求 S其实就是对胡维分 取积个分 胡维分有三个公式 那你在这里只需要选择真正的自变量 去积分就行 而事实上 这个平面曲线L的方程中 X才是真正的自变量 所以这个积分呢 你得对X进行 按照我们讲过的事情 DS应该是根号下1 加Y平 它的平方 开根号对吧 好这个X范围 也告诉你了 是1到1 然后你就直接求就行了 这不就是1到1 根号下1 加上 Y对X求导嘛 1分之1X 减去2分之1 1分之1 整体的平方 DX 这个恰恰好 能够重组 变成一个新的完全平方式 对吧 你给它打开一下 这是4分之1 这是X方减2 再加上X方分之1 所以1加进去 就会变成 这里是加号的形式 算完之后 那就是1到1 2分之1X 加上2X分之1 再DX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并不是很困难 你简单算一下 就能够算出 第一问的答案 是4分之1 方加1的结果 好了 我们今天的重点 是来学习 这个行星坐标 或者是智星坐标 对吧 所以我先给大家 留一分钟的时间 你先看看 套公式 你会不会套 记住了 行星是密度均匀的 物体的智星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密度R 其实就是一个常数K 它是一个常数K 所以你去看看 你写出来的行星公式 对还是不对 一分钟之后呢 我们来公布答案 不管是数1还是数2 这个应用题最多是14分 最多一大题一小题 要看一下公式是吧 好的 看完题的孩子们呢 我把那公式再调出来 你看一下这公式啊 平面图形D的面密度 如果是R 只不过行星的时候呢 R就是一个常数K 好 公式应该是已经看完了啊 然后你再去看一下 这个题 你把这个图简单的画一下 我画的不是很标准 我也没有去算 然后这个特殊的点之类的 没算啊 就大概画一下这个图 不影响你做题就行了 它是一个平面图形 问你这个行星的横坐标 来我们去套一下这个公式吧 这个行星横坐标呢 正常应该是 在积分区地上 X rho d sigma 在积分区地上 Rho d sigma 也就说呢 不管是线 面还是体 分母的位置呢 放的都是质量 现在因为是行星 行星的好处呢 Rho就是一个常数 Rho是常数 你提出去 它其实恰好能够约掉 所以算行星的时候 跟密度没有什么关系 剩下的 就是把二重积分 这个知识点 用进来就行 就我们刚才画的这个图 你应该看出呢 它往X轴投影 会比较容易 所以你先DX 然后再DY 这样的定线顺序 占据 X轴的范围 是1到E 然后旋点去穿线 对吧 先穿的是Y等于0 后穿的是平面曲线 这个平面曲线 应该是 4分之1 X方 减去2 就是这一堆嘛 减去2分之1 乱用X 你给人家抄上就行 对 你也包括呢 其他老师的书 可能就会在这里 直接写成 XY DX 对 这个原因 就是在这里 曲线方程 直接带进来 然后真正的自变量 真正的这个背基函数 只跟X有关 那你就放到DX里就行 好了 下面这个位置 因为上边已经写完了 下边就变得无比简单 定线完全一样 只不过背基函数 少了个X8了 所以剩下的问题呢 就按照正常二重积分 去算就行 先算后边的 然后再放到第一个式子中 算X的定期分 然后结束就行了 所以是1到1 下边是四分之一X方 减去二分之一 LonX 然后再DX 上边是1到1 X 四分之一X方 减去二分之一 LonX 然后再DX 对 看起来复杂 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定期分的计算 是整个 是整个 你最需要刻下去 努力 去做熟练的地方 是所有计算题 其实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尤其是数一 数一的积分体 考得太多了啊 你一共这个高数 由82到84分 左右的分值 积分其实就占了 大概40分以上 是的 所以大家一定 磕下的时候 努把力 尤其是定积分 这些最基础的运算 你得会啊 行了 我们简单的去算一下 这个结果 这个答案是非常麻烦的啊 最后应该是三倍的 一方加一 一方减三 分母的位置 化减完之后 是四倍的 一的三次方减七 好了 这是历年真体中 关于置心和行心 我们考过的两个题目 一个是线的 一个是面的 对 三重积分讲完之后 我们才会涉及到 关于体的这个重心 执心相关的事情啊 好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呢 我们再去看 最后一块内容 大家先休息啊 如果刚才有 没有听懂的问题 你可以在课间的时候 来问我一下 密度为啥没了 宝贝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行心是什么 是密度均匀的 物体的执心 所以 但凡是求行心的时候 这些个mu啊 这些个row啊 都是常数 那你上下都有常数 约掉不就行了吗 置心呢 这道题不是在 让你求置心吗 人家不是告诉你 现在密度了吗 但凡涉及到行心 密度全都约掉 如果是置心 它会告诉你 密度函数 带上密度函数就行了 希望的答案 不是在这里吗 二十分之十一 加课的时候去讲 先把书一和书三 就按照程序来嘛 书一和书三 加课的时候 先讲无穷极数 讲完无穷极数 就讲书一专题 书一专题 先讲的是空间向量 解析几何 向量代数 与空间解析几何吧 然后就挨个的讲就行了 你就把这个书 因为书一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慢慢来 公式是吧 来我给大家缩一下 书一要合班 就是三个系统 寒假和这个春季 所有的书一都要合班 休息十分钟 十点十六 是的 书二的这个正课 今天就结束了 便利做工的时候 怎么知道 对哪个物理样去做维员 你得去做受理分析 你要求的是 你要求的是 哪个物体的力 对哪个物体做工 你得先去做受理分析 暑假有课 对 先讲书一 书三的无穷极数 讲完无穷极数 书三也就结课了 然后就只剩书一 但凡觉得懵的地方 多看几遍回放就好 多看几遍回放 加上自己的理解 就不会有问题 就如果你只听课 不去自己总结 肯定是有问题的 透公式套出来的 你绕X轴旋转的体积公式 不是派外方DX吗 透公式套的 你去看一下旋转体体积那一节吧 是咱们这一刻呢 是这个基础和强化在一起的 所以其实是两轮 然后你那个笔记特别的重要 时不时的去翻一下你的笔记 根据笔记上的T型 你再去练大黄上的T 大黄上提的这个题干或者是这个答案 你结合在一起 其实有些题目 尤其是缺东西的这些题 你给它补好就行 嗯 是的 一定要 一定要充分利用大家的这个暑假 把最起码的计算能力提上去 会做的一定要做对 暑假结束之后 再也不能出现 老师 你帮我看看 我怎么算的跟答案不一样了 嗯 隔一段时间 咱们就会给书尔同学再讲点题 讲点这种 这种课 反正还是会见惑的去 让书尔同学 见一下老师们 因为是长时间不见 可能大家还是有些问题积攒的 没有人问是吧 我们还会时不时的给大家去开点课啊 可以可以 汤神1800可以去做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先把咱们上课讲的题学会了 也就是说你这个题海战术啊 建立在什么情况下才有用 就是你的基本知识过关了 否则你做题的时候 心这个心态会非常不好的 心态会爆炸的是吧 做一个不会一个 多没意思 对先把你的基础知识扎实了 拿到题之后呢 最起码你会分析了 然后你再做题 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做一个对一个 做一个会一个 感觉这半年没有白费是吧 是的 就是 要么之前有一个学生是考那个北大 他本身是南航的 他考北大 他也只用了要么这个 还只是当时面授班基础班的笔记 还只是用了基础班的笔记 就贯穿了整个考研的时钟 然后把这个基础知识吃透了 然后再去做各种各样的真题模拟题 效果就会非常的好 张宇的一千题 我个人觉得这个宇哥的书 确实是 他每年都在动 每年都在改 然后我今年的一千题 我也刚刚做完 三本全都做完了 然后我个人觉得 今年的一千题 其实还真的不是太难了 还真的不是太难了 他可能把一些特别难的题 全去掉了 包括C组 其实也有一些题 我觉得还可以啊 就是 还有点越来越像真题了吧 不像他以前的题目 一看就是模拟题是吧 统计教材的这个作业 主要是让大家去加深 对基础知识的理解 那些题综合性达不到 那些题目 大部分的综合性都不太够 先把我上课讲的那些例题 因为我上课补充了太多太多的题 你一定要先把我上课讲的一些题目 先学会 其实我尽量把每一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下的考题的类型 我已经做到了面面俱到 每一个题都代表着一个类型 你先把这个上课讲的这些题 弄明白啊 是的 我已经尽量做到了每一个知识点 它能考成什么样 相应的立体形式都给大家了啊 所以你们真的应该是 先把你上课讲的这些精华 先吸收了 然后再去做其他的题 我也经常在QQ群里 看到有很多孩子 问的其他书上的题 其实就是我上课讲的原题 对像这种情况 就不太适合再去做其他题了 因为你上课讲的东西 你还没有吸收掉 你也不要害怕那个C组 C组也有很多题 其实还是挺好的 你做题慢呢 你得去想想 你做题慢的原因是计算跟不上 还是想一个题 想的时间太长 如果是想题想的时间太长 真的是这个基础知识 还没有形成脉络 拿过一个题之后 从哪思考 从哪破题 你可能并不是很清晰 如果计算不行 那其实最好办了 就每天没事的时候 算算积分 算算极限 算算导数就好 考虫发的笔记本是吧 要么也特别想知道 考虫的笔记本 从哪里可以要到 那个笔记本确实是很好用的 目前大黄肯定是够了 我说这么一句话 就是一九的考试 一九的考试 你先把我们上课讲的 不管是高数的还是现代的 所有题型先去学会 OK啊 然后你再去做大黄 大黄的提量其实够了 然后提量上去了 我们后边还有模拟卷 其实够了 是吗 周边商城可以买是吧 那好 我也可以去看看 数一加的无穷极数 数几能听吗 数二 就没有给这个 数二同学开这个夹课 是的啊 没有给数二同学开这个夹课 是不是你们如果想听 是不是可以去跟 跟老师去要求 如果想听的数二同学比较多 咱们可以去跟老师商量一下 看看是不是 可以给大家再开开 到处再反馈吧 好了孩子们 我们就 就开始继续往下进行了 咱们刚才呢 说的是其中的一组公式 叫做质心或者是行星公式 其实数学上呢 这个积分的应用中 还会涉及到各类积分 去解 我看一下我的笔怎么了 还会涉及到各类积分呢 可以解决相应的物体的质量 知心行星 还有一个叫转动惯量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一页纸上 给大家写出了转动惯量的公式 也请大家呢 该截图的截图 然后你把转动惯量的公式呢 简单的去背一下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 这个转动惯量的背景 我去百度 我也去查了一些书 但这个物理里边的东西 确实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我们只能跟大家说 转动惯量呢 至今没有考过 他如果考的话 他也会直接明显的看到 这四个字 叫求转动惯量 那求的是面的 还是求的是体的 你相应的去套一下公式 来解决就行了啊 诶 这个笔是怎么了 是没电了吗 大家等我一下啊 我看一下这个笔是怎么了 哦 这个笔可能是没电了 写不出来字了呢 行 大家先等我五分钟啊 我看一下 我记得我有一块电池 先等我五分钟 咱们再休息五分钟吧 咱们再休息五分钟吧 一个是面的这个行星公式 然后一个是 不是面的行星啊 是面的转动惯量公式 一个是体的 这个体的呢 也只有数一的要求 但凡涉及到三重 只有数一的要求啊 把相应的这个转动惯量公式 你该看的去看一下 因为实在是没有考过 所以他如果考的话呢 他也只是就公式论公式 你把公式写上 然后用相应的积分 给人家算对了 就可以啊 行 那他立马好了 那就不用再休息了啊 如果已经去休息的孩子 没有关系 你这一段再去听一下回放就行了 对 转动惯量这些数一野口 就是为什么经常会有一些老师呢 去说数一太难了 其实数一的公式 真的比数二和数三的公式 多了太多 因为你们还没有接触到 后边数一专题 这个数一专题里 数一的公式 那才叫一个多 是的 数一的公式实在是太多了 像这个空间向量 向量代数和空间解极合里 就会有非常多的公式 对 所以有很多同学呢 他都 他都过来问我 说老师 我既可以考数一 又可以考数二 其实我都 不怎么再去细打听 我都会建议他 能不考数一 就不考数一 当然数一呢 有很多专业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店 特别流行是吧 然后考店的 一般都考数一 对 你如果 对 你如果 想进这个行业 那没有办法 我就只能去好好学 但数一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各方面都懂上一点 我的分数就不至于太难看 是不是 嗯 是的 像电器工程啊 这个大部分都要考数一的 嗯 然后还有 现在有很多经济类的 也开始考数一了 叫金融工程是吧 金融工程 像北航的金融工程 就稍微好一点 学校的这个金融工程 也开始考数一了 这也就是近些年数一 很少考单纯物理的原因 嗯 计算机 嗯 数一的多 软件工程 数二的多 是不是 嗯 是的 嗯 所以数一里边有很多的公式 用到哪些 你能把它滴溜出来 那就非常的棒 行 我们啊 一会儿闲聊的时候 我们再去说其他的吧 啊 然后我们就继续 来去说一下下面的这些知识点 到第四章 多元微分这里 我们还有一个知识点 需要大家掌握 就是隐含数 隐含数呢 什么情况下 会存在隐含数 这个叫隐含数存在定理 隐含数存在定理 它会提示你 什么情况下 这个隐含数会有 对不对 不管是一元的 还是多元的 请你记住这样一句话 以一元含数为例 我们先去说这一句话 叫xy之间呢 会有一个含数关系 我可以用fxy等于0 来刻画它 这个时候 x和y之间的关系 到底确定的是 y为含数 x为子变量 还是反之 x为含数 y为子变量呢 看的是 对谁求偏导不得0 如果对y求偏导 在该点处 这个偏导函数值不得0 那y就可以当函数 x就是子变量 反之 如果你是对x求偏导 在该点的偏导函数值不得0 那你确定的就是x为含数 y为子变量的含数形式 那二元含数呢 也是如此 如果本身是xyz之间的一个含数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呢 到底谁是含数 谁俩当子变量 看的是偏导不得0的是谁 如果对z求偏导不得0 z就是含数 xy就是子变量 我们去看看 在历年整体中 考过的这样的一道题吧 它本身不难 那有同学会问了 说为什么是这样的 其根源还在于这个公式上 你这样会记得很清楚啊 不得0的是可以去当分母的 所以dy比上dx是负的 f对y求偏导 分之f对x求偏导 那于是 y如果是含数的话 f对y去求偏导 得不得0是不是 OK啊 那这里 二元引含数这里 也是如此 对z求偏导不得0 它才能去当分母啊 好 来我们去看看这道真题吧 这是数1的一道真题 它说 设有一个三元的方程 根据隐导数存在定理 011这个点的领域内 方程能够确定的函数 长什么样是吧 方程能够确定的函数 长什么样 那些觉得笔记上有的孩子们 有的是什么 没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隐含数 去求偏导的公式法 这些公式 你的笔记上肯定是有的 没有的是这几个字 叫隐含数存在定理 隐含数存在定理 我们没有跟大家说过 公式法肯定是讲过的 那接下来这件事情呢 那就叫 你去先把Fxyz写上 Fxyz是谁呢 右端划0 左端就是这个函数 是xy-gz-y 再加上e的xz-e 那到底谁是自变量 谁是函数 看的是对这些求偏导 谁不得0是吧 我先把它求出来吧 然后再写啊 F对X求偏导 F对Y求偏导 F对Z求偏导 各自是谁 来吧 你是否忘记了求偏导这件事 对X求 YZ都是常数 那于是 F对X的偏导 应该是Y 加上Z EXZ 好 你把这个点 给人家带进去 X得0 Y和Z呢 都得1 那你求完之后的偏导函数值 就是2非0 这件事情说明 X可以是YZ的函数 所以它确定了一个函数 叫X等于XYZ 那你再对Y去求偏导 XZ都是常数 那你剩的是X 再减去Y分之Z 对吧 你再把点给人家带进去试试 因为X是0啊 Y和Z都是1啊 所以带入之后的这个值呢 很容易发现 它也非0 非0 其实就可以确定 Y是XZ的函数了 这件事情说明什么 说明正确答案 其实已经有了 对吧 那你还不甘心啊 你还得去算一下 FZ一瓶 那你算算试试就好 F对Z球 第一项没有 这块呢 会生负的Lon Y 这里会生X倍的EXZ 所以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一般呢 都会认为 Z是XY的函数 但是这道题 恰恰出了一个不是的对不对 你把Y等于E X0带进去 对Z去求偏导是得0的 这件事情说明 Z是不能当函数的 Z是不能当函数的啊 OK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选的是私立选项 隐含数存在定理 一旦出出来 这是一个送分体 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好了 第二个 多元微分这里 需要书一和书二同学掌握的 就是由方程组 确定的隐含数的求道 由方程组 确定的隐含数的求道 应该怎么算呢 来 我们简单的去说一下啊 它的理论 其实来自于 若 有两个方程 一个是F XY UV 一个是G XY UV 好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方程组呢 确定了两个函数 分别是 U是XY的函数 V呢 也是XY的函数 你让我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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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U偏X 偏U偏Y 偏V偏X 偏V偏Y 对吧 好 那理论上应该怎么做呢 来 我们跟大家去说一下 这个做法呢 就是在 已知方程组 这两个方程的两端 分别对X求偏道 分别对Y求偏道 然后解方程组就行了 至于解方程组的理论 我们用的是 线性带数的东西啊 好 先对 F等于0的这个式子两端 对X求偏道 然后结果为 你去数一下 它有几个位置 含有X 就会有几项 那显然 X U V 都含有X 所以它会有三项 那每一项呢 由谁来 由谁来组成 对吧 第一个 就是F 先对X求偏道数 X再对X 剩1 然后是F 对U 去求偏道数 U再对X 剩偏U 偏X 然后是F 对V 去求偏道 V再对 X 对不对 好 在G 等于0 这个等式的两端 我也对X求偏道 然后得到的结果是 G X 是PX U 一匹 偏U PX 然后是J V一匹 偏V PX 等于0 抱歉 抱歉 我把这个电话挂了 Y是自变量 X和Y呢 都是独立的自变量 U V 才是X Y的函数 你对X求偏道的时候 Y当常数对待 这不就是第四章的内容吗 是不是全忘记了 OK啊 好了 这就是一式 这个就是二式 对不对 下面的问题呢 是检查大家 这个现阴代数 学的好还是不好的地方了啊 来我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像现阴代数的理论 我们把FXP和GXP一向移过去 这个一向移过去呢 得到的是负的FXP 这个一向移过去 这个一向移过去 得到的是负的GXP 好 我想请问大家 如果方程组长这样 让你去求 PNUPNX PNVPNX 你能想起克莱姆吗 能想起克莱姆法则是吧 也叫克拉默法则 没问题 非常棒啊 所以你就用现阴代数里 讲过来 讲过的这个克莱姆法则 你把PNUPNX写出来 PNVPNX写出来 就可以了啊 来我们去简单的写一下吧 PNUPNX就等于 系数拼起来的行列是 当分母 所以这个位置是FU一片 JU一片 FV一片 JV一片 然后分子的位置 放的是谁呢 用右端的自由项 去替换 PNUPNX前的系数 得到第一列 那应该是FX一片 负 JX一片负 对不对 第二列不动 FV一片 JV一片 对完全类似的 偏V 偏X 你也可以用 克莱姆法则 给它写出来啊 好了 这就是这类题 我们需要跟大家 讲的这个原理 那如果你让我求 偏右偏外 偏V偏外 我就在 已知方程组两端 对Y去求偏到 继续 由克莱姆法则 得出这个结论 就可以了啊 好了 来我们去看一下 历年真题 在这个知识点上 考过的题目吧 嗯 你把知识点 讲完之后呢 能够做题 才是最实在的东西 所以你先去 自己思考一下 看看这个题呢 应该怎样去处理 嗯 哎 你看你能不能分析清楚 它到底让你干啥 对不对 讲义上 没有 大黄上可能有 我也没去看 这是书一的一道真题 我们用它呢 讲一下由方程组 确定的 隐含数的求法 好了 这个思路呢 其实应该形成了 方程一共有两个 所以他们俩连立呢 就会形成一个方程组 叫做Z 等于X F X加Y 这个呢 是F XYZ 等于0 对 这道题大黄上有 我想起来了 刊物的时候 我还做过这道题 刊物这块是写成了 逗号是吧 你按照我今天讲的这个 再去写就行啊 刊物里我也给大家改了 这个Z 等于X F X加Y 跟F XYZ 等于0 就构成了这道题的 方程组 好 方程组 有了之后呢 它让我求什么 它让我求的是 DZ 比上DX 既然是DZ 比上DX 说明Y 也得是X的函数 听懂了吗 Z 是X的单变量函数 或者说呢 Z是X的一元函数 那Z呢 又是X乘上F这种形式 所以这里边涉及到的Y 就不能当字变量 通过原体 你也能够看出来 Y 其实也是X的一元函数 听懂了是吧 好 所以此时呢 你需要在 以致等式两端 对X求导数 来我们去看看 第一个式两端 对X求导的结果 对X求导 结果为 Z对X求 那就是Z片 X乘上F 对X求 这里会有一个F 这个后面呢 应该是 X不动 该F 对X求导数了 那F 先对中间变量 再乘以 中间变量 就是X加Y嘛 再对X求 剩1 加上Y品 最容易出错的 是把Y当常数 但它不是常数 它是X的函数 然后就是 第二个式的两端 再对X求导数 这三个位置 全含X 所以它一共有三项 每一项 由谁组成呢 F 先对中间变量 去求偏导 中间变量 对X 剩1 F 对中间变量 求偏导 中间变量 再对X 剩Y品 F对中间变量 中间变量 对X 剩Z品 0对X 就会剩下0 好了 那请问 对咱们这道题而言 你可以把谁 当成要求的 要求的这个 位置量呢 你可以把谁 当成要求的 位置量呢 对 你要用 克拉莫法则 你得知道 是多个位置量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一个是Z品 一个是Y品 对吗 是不是 你可以把Y品 和Z品 当成位置量 你把它俩 算出来就行 但是本题呢 只要求求Z品嘛 所以会比较容易 变形 那就是Z品 减去 X F品 Y品 等于F 加上 XF品 下边这个呢 就是F对Y求偏导 Y品 加上F对Z求偏导 Z品 等于 负的F对X 去求偏导出 是不是 来 我一旦 把方程组 整理成这个样子 你是否知道了 克拉莫应该怎么用了 可以了吧 变形成这个样子 就可以了啊 你给它调一下 就行了 故 尤克拉姆法则 这个Z品 其实是谁 对我还得调一下 这个位置 还是不清楚 可能还是有人会错啊 这应该是把Z品 写在前面啊 FZ品 Z品 加上FY品 然后Y品 这样调 这样调 可能就会更清楚 好了 这个系数 拼起来的行列是 这应该是E FZ品 负X F 负XF品 FY品 好长时间不讲课 这个嘴巴不太利索 然后这个右端的自由项 替换第一列啊 这个是X F品 加上F 负的X F一品 后边这个不动是吧 负X F品 这个是FY一品 嗯 好了 然后剩下的 你就把它打开就行了 二节行列是交叉成 然后再减 我也把这个答案写一下吧 这个乘起来哈 减 X F品 大F X 下边交叉成 然后再减 那就是加 好了 这个呢 就是由方程组 确定的隐含数这块 大家自己做题的时候呢 最容易出错的就是 没办法把新一代数的这个克莱默 用进去是吧 你得搞清楚 我是有几个变量的 好了 然后我们去看最后一块内容 叫做常微分方程 其实这个微分方程 包括这个数 数一和数三 将要学习的无穷级数 它呢 都是综合应用 这个综合应用呢 就是把我们之前学过的知识点 穿插起来的东西 所以通常 综合题里 都会有常微分方程的题目 那我们呢 一共做三个题 来自于你的讲义 常微分方程 这一章的三个练习题 来我们先去看例 6.8 这个曲线 Y等于FX 满足 F0等于1 这个肯定是定解用的 对吧 对于任意的曲线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它 这个曲线是严格 单调递增的 在X轴上 T大于0的位置 就会围成一个区别梯形 这个区别梯形呢 绕X轴旋转一周 就会得到一个旋转体 所有的常微分方程的综合题目 造等式关系是核心 所以它就会告你两个量 对吧 一个是V 一个是S 这个等式关系 在这里体现了 叫S除上V 是等于2的 让大家呢 求一下曲线的方程 这种题 其实是所有应用题中 最简单的 它让你写什么 你就求什么就行啊 这个区别梯形长什么样 X等于0 X等于T Y等于0 还有这条曲线 它是单调递增的曲线 F0的时候得E 好了 围成的区别梯形 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按照学过的知识 把这个VT是谁 表示出来 把ST这个侧面积是谁 表示出来 写下就行了 好 VT应该怎么求呢 你绕X旋转一周 得到的应该是 πR方的形式 所以它是π F X平方 DX 占据的范围 就是0到T这么大 ST又是谁呢 旋转体的侧面积公式 刚刚讲过 叫2πYDS Y本体就是FX DS 恰好是X 为积分变量的情况 所以它是根号下E 加上 FPX的平方 占据的范围 是0到T这么大 所以 由计算公式之 VT和ST 我全都写完了 然后 这个已知呢 不是告诉你 它俩比完之后是2吗 有提议 ST 除上VT 等于2 你就得到了 关于XY Y'的 常微分方程 是吧 好了 我们把这个式子写一下 这块不就是2π 然后是0到T FX 根号下E 加上FPX平方 DX 它等于2倍的位体 我就直接写2倍了 2π 0到T FX平方 DX 再去给人家整理一下 这个2π和这个2π呢 就约掉了 你考场上呢 你就别像我现在这样去滑了 我就直接滑了 这样就不用再疼一行 然后 再以知等式两端 对替求导 对替求导之后 这个结果是什么 来 标准的边线积分求导 这个对大家来说很熟悉 这应该是FT 根号下E 加上FT的平方 然后这里呢 就是FT的平方 好 这个严格单调递增 这句话 它有什么用 你去看一下 因为你是在大于0的这方向 在讨论这条曲线 所以F0如果是1的话呢 在X大于0时 所有的FX都是大于1 也都是大于0的 这件事情说明 在以知等式两端 你把FT约掉是没有问题的 因 T大于0时 F单调递增 所以FT就会大于F0 大于0是吧 过 这个方程呢 就划为 你两边同时约掉一个FT 不受影响吗 然后你再去给它平方 让FT前的系数划1 然后去整理一下 就可以了啊 从2 FT就等于 两边平方 该一项的一项 因为严格单调递增 所以F是大于等于0的 这个时候呢 根号留的是正的根号 然后这是一个变量可分离的方程 两边积分 G DFT 除以根号下 FT的平方减1 等于DT是吧 变成标准的变量可分离之后 你两边去给人家积一下分 这个结果呢 就能够出来了啊 好了 对大家来说呢 自己在做题的过程中 最容易出现错误的 其实还是积分这个基本功 不过关 这个式子来自于基本积分公式 他积完之后的结果呢 应该是loan 这块会有一个FT 再加上根号下 FT的平方减1 是不是 因为是正的 所以你不必加绝对值啊 然后后边这个 就应该是T 再加上C1 该去对数 拿一台起来了 用一台 这个loan 整个的这一块 loan就没有了 后面呢 就会生 ET 加CE 是不是 这种题呢 我们做过很多次 E的CE次命 就可以另成一个新的大C 所以这块相当于是 C倍的ET 能够看得懂是吧 嗯 所以是FT 加上根号下 FT的平方减1 等于C乘上ET 行了 我其实就对这块 简单的去说一下就行 好 来吧 我问一下大家啊 有没有同学 在这里 提出问题的 有没有同学 在这里提出问题的 我现在写出来的 是所有的这个参考答案 给出来的解答过程 那有没有同学呢 在我画问号的这块 变形的时候 提出一个问题 也就是这个根号下 FT的平方减1 到底得不得0的问题 得不得0的问题 它是有可能得0的是吧 是的 你把这块除下来 它是有可能得0的 也就是FT是有可能得1的 所以你现在解出来的 全都是T大于0的情况 你现在解出来的 是T大于0时的情况 所以T等于0 其实并不含在这个结果中 听懂了是吧 T等于0 是不含在这个结果中的 这是所有的 现在市面上出的真题书 有问题的地方 好了啊 T大于0的时候 我解出来的是这个式子 听懂了啊 那有同学会说的 说老师你为什么要强调 这件事情呢 因为T大于0的时候 解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 等式关系 所以其他的书上 把F0等于1带进去 去求C 这个做法其实就欠妥 你知道我在强调什么吧 这个结果本身 是不含T等于0的 所以你需要用极限的思想 没错啊 这个Fly虫说的很对 你需要用极限的思想 那在哪里 说了这件事呢 F它都是二阶导数存在的 所以在0这个地方 可导是没有问题的 F二阶导都存在 所以可导没有问题 可导没有问题 连续就没有问题 然后你在两边取个极限 将这个C求出来 因Fx 在x0处 直接写连续就像 写连续 那所以F0 其实是Limit T靠近0是FT的极限 对吧 然后上式两端 去求极限 上式 去极限 然后你再去求一下 C是多少 我就直接写了啊 因为我留的空 还是小了一点 那这个式子 去极限 T靠近0是 T靠近0是 这边呢 也是T靠近0是 去极限 就会求的 C的去值 能听懂啊 C算完之后 就是1 这块是1 这块是C 所以就是C等于1 这样写啊 好了 好 这个空还是不太够 那我挪到这里吧 我把最后这一点写完 C等于1之后呢 我现在看到的结果 其实就是FT 加上根号下FT的平方 减1等于ET 那么我们说过 尽可能要让函数的形式 越简单越好 那你最终呢 让我求的是F 这个解析表达式 所以此时呢 我如果能把F整理出来 那就特别棒 请把这里的FT 移向移过去 变成减去FT 然后再两边平方 两边平方之后 左边是FT平方减1 右边是E2T 减去2倍的一体FT 然后再加上FT的平方 那你两边该约的约掉 你不就能够整理出 FT是谁了吗 这个和这个约完 这个-1一过去 2倍的一体除下来 所以它应该是 二分之一 一体 再加上一负T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总算 把FT的解析表达式 其实算完了 那最终呢 你让我求的是FX 我再把XT换这个T就行 从而写最后一行 从而Fx就应该是 二分之一 Ex加上E负X 结束磁铁 好了 这是咱们讲义上 6.8 涉及到侧面积 跟体积的这个等时关系 然后这个微分方程 实际上就是一个桥梁 它可以帮助我们 把曲线的这个解析式呢 求出来 我讲这个 也是因为 有这么一个小的问题 需要跟大家处理一下 就是分母得不得灵这件事 然后最后两个 我们去看一下物理应用 例6.10 再讲两个 伯努力方程还没有讲 伯努力方程没有讲 孩子们啊 我马上就说完了 困的话一会就可以去睡觉了 我们接下来呢 去看一下跟这个物理应用 也就是变化率相关的 微分方程的求解 因为涉及到变化率 都会涉及到导数 涉及到导数的应用呢 就会跟方程有关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啊 某种飞机在降落的时候 为减少滑行距离 出地的瞬间呢 张开减速散对吧 前边这句话 其实没啥用啊 以增大阻力 使飞机迅速的减速 并停下来 这里呢 告诉你了飞机的质量 也跟你说了 着陆的时候的水平速度 然后他说 减速弹打开之后 飞机所受的总阻力 与飞机的速度 乘正比 这句话是剑方程的核心 来请问 这个物体所受的总阻力 应该是由牛顿第二定律 来完成是吧 OK啊 飞机所受的这个总阻力 是用牛顿第二定律 来阐述的 这个F呢 等于M乘上A 这个与飞机的速度乘正比 也就意味着F应该是KV 但是此时呢 实际问题就会有一个正负 你是阻力 所以这个F应该是负的KV F应该是负的KV 是个阻力是吧 力是一个矢量吗 千万别忘记加这个负号 也就意味着 我现在建立的关系 其实是MA乘上负的KV 我下面讲一句话 特别有用 就是变化率的问题 咱们讲的变化率的问题 一定要选择唯一的自变量 唯一的音变量 旋准自变量和音变量啊 旋准自变量 旋准音变量 那你看一下 它让我求的是什么呢 它说从着陆点算起 飞机滑行的最长距离是什么 所以它让我求的是S 那你又知道什么呢 你又知道的是速度对吧 所以这道题啊 其实我关心的是S和V之间的关系 S和V之间的关系 那有同学会问了 你是不是还可以再去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一定是S和V 那你自己琢磨琢磨 什么时候飞机滑行的距离是最长的 什么时候飞机滑行的距离是最长的 是不是就是速度V0的时候 对V等于0的时候 所以它求的是V等于0时 S的值对不对 所以这样你也能够确定下来 我们这道题研究的是S和V的关系 既然是S和V的关系 这个A就不能出现 我们在讲导数是变化率这件事情的时候 特意跟大家说过 A是谁呢 它实际上是速度对时间的变化率 而第二章导数这里 书一书二同学呢 应该很习惯缺哪个变哪个这件事 对吧 所以我不需要留下DT 我需要出现的是DS 那我就用我自己学过的导数是微分之商 把这个A改写一下就行 我不需要出现DT 所以我需要出现S 我就把DV比上DT 改写成DV比上DS 再乘以DS比上DT 好了啊 于是原方程就会化为什么 DS比上DT 好处是什么 它本身就是V对吧 从而 这个等式关系就确定出来了 那就是V乘上DV 比上DS 再乘上M 这不就是左边那个MA吗 它就等于负的KV是吧 咱们这里填符号是因为原题中告诉你的比例长系数 这是一个正数 那如果它只是告诉你成正比K是自带正负的话 你也不必加符号啊 好了 把这个式子摆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按照常微分方程去解出来就行 因为实际问题跟我们数学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就实际问题尤其是像物理包括初三同学的经济 并不像数学那么严谨是吧 所以有很多这个答案书上并没有讨论 但实际上你这样去写会更严谨一些 当然你不写其实也没有问题 它也不会扣分 因为涉及到实际问题的时候 它都有这个自己的背景 它都没有那么严谨啊 这个V不得零的时候 你才能两边约掉V 嗯 V不得零 你才可以两边约掉V啊 所以严谨的写法就是 V不得零时 你把这个V呢给人家约掉 你去看看这个DS是谁 它就是负的 K分之M 然后再DV是吧 好 把它变成变量可分离的形式之后 你就可以两边积分了啊 这个集司警察 我刚才说牛顿第二定律的时候 你肯定是走神了 两边积分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左边积分呢 就会剩下距离S 这个右边呢 就剩负的 K分之MV 然后再加上 任意常数C是吧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摆到这里之后 我肯定是想建立 C等于几这样的一个事实 来 有没有定解条件啊 着陆时 飞机的水平速度是700 什么意思 那就是 S等于0的时候 你的V是等于700的 对不对 S等于0的时候 V是等于700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去看一下 S等于0 然后V等于700 可以带进去 去求一下C的值 C就等于K分之M 然后再乘上V0 我们把这个值呢 简单的算一下 M应该是9000千克吧 这个K呢是 K是多少 K是6乘上10的6次方 然后再乘上700 你把它简单的算一下 63除以6 1.05 对不对 好了 你把C求完之后呢 你就看出 G 这个S 应该是负的 K分之M V 再加上 1.05啊 你已经把S和V的关系 展示清楚了 那你接下来呢 就可以去求 它让你求的 最长的滑行距离 因为之前 我们解出来的 这个式子 是在V不等于0的时候 所以 准确的说 你得求极限 当 这个V 无限去近于0时 这个S 就会无限去近于什么 这个式子 你也可以用Limiter V靠近0时 S得几 这样去表示 也可以啊 你把V 屈近于0 这个极限符号 带进去 S的极限值 应该是1.05 这个单位 写在后面 写千米就行啊 S 就会收于 1.05千米 你这样去写 或者 干脆 就用Limiter 这个形式去写 也是可以的 用 这个固 最长滑行距离 做一下答就行 好了 这是一个实际问题 说的是变化率的事情 通过这个题呢 你学会的最根本的知识点 叫做 找准唯一的自变量和音变量 把他们俩之间的方程关系 建立出来 这类题 全都可以迎刃而解啊 好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题呢 这道题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找准唯一的自变量 和音变量 就可以把变化率 也就是跟导数相关的 方程问题 全都解决啊 自己去审一下题 例6.9 说二的这道题 比数一当年的口题 要简单很多啊 一个半球体状的雪堆 这句话是核心 它揭示了等式关系 怎样来建立 体积融化的速率 与半球面的面积S 成正比 比例常数是K大于0 假设在融化的过程中 雪堆始终保持半球体状 已知 这个半径为R0的雪堆 在开始融化的三小时内 融化了其体积的八分之七 问雪堆全部融化 需要多少小时是吧 好了 这个体积融化的速率 说明什么 这是一个变化率的事情 所以体积融化 那么音变量就是V 这个速率是跟什么在比 对 是跟时间在比 是吧 所以体积融化的速率 说的就是DV比上DT 与这个半球面的面积 是成正比的 正比呢 那就是等于KS 但是事实上 实际问题 一定要注意正负 你的雪堆是在融化 所以体积呢 是在减小 是在减小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负号 因为K是大于零的 半球面的面积 也是大于零的 是大于等于零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DV比上DT是负的 这两个狮子 如果想相等 那必须得添上一个负号 是吧 所以根据已知 我是可以建立 这样的一个等式关系的 它能不能直接用呢 你就会看到 它并不可以直接用 为啥呀 S是一个量 V是一个量 T还是一个变量 我想找的是 唯一的字变量 唯一的音变量 所以它们仨都存在 显然不实际 显然不实际 所以我还得去找一个变量 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你自己想啊 雪堆是半球体状 所以这个V 可以写成什么 可以写成 三分之二 π R的三次方 那这个S 可以写成什么 半球面的面积 可以用 二πR方表示 那么至此 最难的东西 其实已经出来了 V和S 都跟半径R有关 所以 我们不妨 在上边 这个方程中 将V和S 全用R的关系 来描述它 所以这道题 唯一的字变量 是T 唯一的音变量 就是半径R 过 V 你给人家带进去 那本身呢 应该是DV 比上DT 那我现在是DV 先比上DR 然后DR 再比上DT 这么写 对不对 G V对R求道数 那就是三分之二π 三倍的R方 DR比上DT 对不对 这个S是谁呢 应该是 Rπ R方 行了 稍微整理一下 这个Rπ呢 跟后边的Rπ 其实也就约没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等式关系 好 还是那句话 实际问题 其实没有那么严禁 所以我们从数学的角度 应该是R不得零式 但是实际问题 你直接约就行啊 你考场上不写R不得零 它也不会扣分 这就是实际问题 跟数学问题 最本质的区别 我们把这个式子写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两边积分了 G 左边是R 右边呢 是负的KT 再加上C 本题 剩下的 就是确定这个 常数的问题 来你自己去审一下题 孩子们啊 已知 半径为R0的血堆 在开始融化的三小时内 融化了 其体积的八分之七 这样的红色横线 标示出来的这句话 其实隐藏了两个条件 哪两个条件呢 第一个条件 就是T等于零的时候 你的半径是R0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T等于三的时候 大家自己想啊 融化了体积的八分之七 那还剩体积的多少 剩下的应该是 原体积的八分之一 对不对 剩八分之一体积 那半径会变成多少 V跟R的关系是三次横 所以V如果只剩八分之一了 R就应该剩二分之一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R 应该是二分之一 R0对不对 很好啊 所以红色横线上的这句话 其实揭示了两个定解条件 那有同学就会说了 好奇怪啊 一阶的微分方程 为啥需要两个定解条件呢 没错 它是让你定K和C的 会让你定K和C啊 所以这两个定解条件 一个用来求K 另外一个用来求C T等于0时 R等于R0 从而你就可以解除C是谁 C是R0 然后再给人家带进去 过R就等于-KT 再加上R0对吧 又T等于T等于3的时候呢 R等于二分之一R0 从而我们就能够解除 K是谁 好带进去吧 这个实际上就是 二分之一R0 等于是R0 等于是K呢 应该是六分之一R0 对不对 那你给它移向移过去 解出来就行啊 二分之一R0除以三嘛 好 G R跟T的关系 真的就清楚了 R其实是-的六分之一R0 再乘上T 再加上R0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去分析分析 它让你求的 其实是哪点处的值 问雪堆全部融化 需要多少小时 全部融化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R等于0的时候 对吧 那正常情况下 你解出来的这个关系 R是不得0的呀 你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说了吗 你两边约掉R的时候 这个R是不得0的 那怎么办 继续用极限是吧 Limit R靠近0的时候 Limit R靠近0的时候 你去求一下这个T的值就行了 我就直接这样写了 让R靠近0时 解得 这个T应该是靠近6的是吧 让R靠近0的时候 就能够求出T是靠近6的 所以这个雪堆呢 全部融化 需要6个小时 然后你再做个答案就行了 过 雪堆全部融化呢 需要6个小时 这就可以了啊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 书一书二 全部要求的 函数二的所有部分 其实就全跟大家说完了啊 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就可以自行离开了 有问题的话呢 你还可以去跟我交流交流 然后我们的正课就先上到这 往后加课的时候呢 会用短信的形式通知大家的啊 嗯 DV比上DR 是的 已经节课了 孩子们啊 书二节课了啊 你这个式子不是长这样的吗 对 在我们不上课的这段时间 恰好是大家提高自己的这个能力 最快的时间 虫字跟虫字最大的区别 可能就是在暑假这个阶段 你听完课之后 你自己的努力程度 所以希望大家珍惜 课程少的时间 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啊 就是这个R方啊 你可以直接约掉对吧 但是你约掉的大前提是R不得零 是R不得零啊 嗯 在R不得零的时候 你两边约掉 将这个方程解出来 R等于零的时候 其实不是这个方程解出来的 所以此时实际问题 你用极限来表示 就可以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要求没有那么高 你直接约掉 直接带点进去 它也算对 OK啊 嗯 数一 我们也不讲了 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 孩子们啊 不讲知识了 你们知识上没有问题的 都可以撤了啊 不是 再上课就是9月 对吗 不是 我们再上真题课是9月份 我们中间会 见货的想大家的时候 就会给大家加点课的啊 吃动先生怎么提高 我在5月4号的微博上 写的特别清楚 你看一下 你是否按照样妈提示的 这些步骤都做了 都做了的话 你就提高了啊 好的 后面哦 拜拜 融化的速率 为什么要用微分 不是V吗 变化率的问题 都是导数啊 变化率的问题 都是导数 第三章的习题课 我没有讲完的部分 我刚才都说了 我还会给大家加课的 你可能没有听见 是的 所以全都结束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我们往后的加课 都是一周一次啊 好的 谢谢 去吃粽子吧 单调有界原理 先看 是不是 递推的数列 它是数列 证明极限存在的 一种方法吗 所以 如果你决定 用单调有界了 正单调性 和有界性就好了啊 出一枚讲的课 马上就开始加课了 好像是 6月24号开始 就加课了啊 660要么早就做过无数遍了 你什么时候做都行 660可以做了 知识点全都讲完之后 数二的所有书都可以做了 包括模拟题 你也可以做了啊 滑行的距离啊 孩子 你如果V越大 这个S越大 这是在减速运动 减速运动的话 那怎么可能V越来越大呢 不可能啊 那只是一个理想状态 是吧 大黄先做完 先把烤虫发的东西做完 然后再去做660 要不然你会做哭的 孩子啊 基础过关660 行星公事讲了 我把那个公式 给你调出来 知识欲啊 你去截一下图 孩子 知心和行星公事 我们在这里说的啊 数一怎么没有什么呀 数一没有什么呀 求出来的呀 T等于三的时候 R等于二分之一 R0是求出来的 因为体积变成了 之前的八分之一 V是怎么算的 V变成了八分之一 V0 那R不就变成了 二分之一R0吗 数一也有660啊 我们没有发660 只是刚才有同学问 说660可不可以做了 我们没有发660 在我们给大家的 这个后期的模拟卷里 还有一些题目 来自于660啊 是的 可以自己去买 是 如果你想做 你可以自己去买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考虫上课讲的东西 包括考虫发的资料 你全都掌握的基础之上 你再去做其他的书 好吧 新型线 新型线是在讲这个 任意一点处的导数的时候 我们讲的 任意一点处的导数啊 是的 上课的东西最重要啊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就点下课了 孩子们啊 祝你们端午节安康 够了够了啊 考成的书够了啊 嗯 好拜拜 嗯 对 书二的孩子们 好好去复习 你们的第二轮 第三轮啊 第二轮没结束的 该补课的补课 第二轮结束的呢 你就开始你的第三轮复习 一定要把这个计算能力 提上去 把你的笔记本吃透啊 嗯 希望我在此见到你们的时候 是一个 努力提升完自己能力的小虫子 拜拜 嗯 模拟卷什么时候做 真提吃透了 再去吃模拟卷啊 嗯 拜拜